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在可以说仅次于娱乐明星 这是其他学生所做不到的 关于以前的重要性 凯斯曾经说过 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 其影响力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在生活中统治我们的 也是这些人的思想 而现实中那些 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感家 其实早已逃避了我过 一顾一顾经济学家的主力 经济学家可以让一个国家变得非常繁荣 也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衰败 可以让人们生活在幸福当中 也可以让人们生活在苦难当中 在说的各位 也许有的人不是经济学家 但经济学家也在影响你们的生活 但凯斯说的就是经济学家思想的重要性 他并没有提到 经济学家推广自己思想的难度 经济学的思想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它是饱满的 很难在冲入新的空气 但是在冲入新的空气的时候 又把其他的思想排解掉 不然这个气球就有可能爆炸的危险 这也就体现了 经济学家推向他思想的难度 但是这个气球里并不充满了思想 并不完全是经济学家思想 还有一些别的思想 我把这思想成为两个类 一类成为科学的思想 一类成为民粹的思想 科学的思想就是 那些经济学家创造的 已经经过验证的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思想 而民粹的经济思想是 老百姓自发产生的 表面上很符合老百姓利益的 但其实不对的经济思想 这些不对思想 最终还是影响人民的利益 而经济学家谁要做的工作 就是用不断用科学的思想 来取代民粹的思想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史 来树立一下经济学家 如何用他们的思想 来打扮民粹的思想 我们首先看这一个人 大家一起认识 他是经济学的创始人 叫亚当斯币 他是打扮了贸易民粹主义 来树立了他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 贸易民粹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亚当斯币的时代 人们奉行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 大家可能不理解 重商主义其实就是重出口主义 当时人们认为出口都是好的 出口可以赚钱 而进口要把这边的钱给到别人 这样如果重出口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国家货物越来少 钱币越来越多 这就达成一个结果 就是通货膨胀 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亚当斯币提出了我们不等要重视出口 还要重视进口 只有进出口平衡 国家才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这就是亚当斯币的自由贸易思想 或者确切地应该说是双向贸易思想 很多人认为亚当斯币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其实这种理性就不太正确 亚当斯币的自由更强的是双向贸易 我们看另一个区里讲 他是宫关系历史的创始人 他叫凯恩斯 他也是在打败民粹规的基础上 出了一些的思想和 在凯恩斯那个年代 正好处于大萧条 大萧条的时期 人们都不相信政府 认为政府不能乱花钱 特别是财政要平衡 不能有赤字 这是当时人们所有的看法 但凯恩斯认为 在大萧条的时候 政府必须敢于借赤字 这样人类才能走出萧条 关于赤字 凯恩斯有这样一句名言 当我们每月借两个亿赤字的时候 经济可能更快 当借每月借三个亿赤字的时候 经济可能不好不怪 当每月借四亿赤字的时候 经济就会实现大的复兴 罗斯乎按坎思字做了 美国复兴了 中国也是一向喜欢坎思主义 本次经济维持之后 八十年后的今天 中国实行了四万亿的财政扩张政策 中国经济已经马上出现了复兴 在其他国家经济萧条的时候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繁荣 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十 当时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繁荣 但是中国财政扩张的结果就出现了通货膨胀 这时候又一股民粹主义又来了 这就是说老百姓都害怕通货膨胀 所以在各种压力之下 政府开始了货币紧缩 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 中国一度百分之六十的货币都被收回到了央行 目前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基础货币被收回到央行 结果中国经济又重回萧条 这就是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危害 这就涉及到我们下一位人物 他就是专门打败这种货币民粹主义的大师 他叫斯里德曼 是西方货币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 弗里德曼也研究大小条 他认为大小条之所以延长了那么长时间 是因为当时政府实行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 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 所以他认为政府要想走出经济危机 不能害怕通账 不能货币紧缩 必须实行货币宽松 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就是规定一定数量的货币宽松 就是要印钱 但不如现在印钱 要印一定数量 正因为有了他的量化宽松政策 本次大小条 并没有出现上市的大小条那样 产无忍睹的百姓的苦战 这就是量化宽松所起的作用 其实这些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起来非常难 大师的思想也面临落地困难 亚特斯币早就打断了货币国义 但是上市的大小条时 人们不约而同地都将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治理大小条的头条措施 所以上市的大小条如此之严重 凯恩斯早就打断了财政民粹主义 而直到前几年 也就是本次经济危机的时候 欧洲国家 欧盟 仍然将财政紧缩 当成他们治理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 当然欧盟失败了 最后还转向了变化宽松 弗里泽曼早就打断了货币民粹主义 但是在中国 仍然正常在货币民粹主义的危害当中 这种危害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在20%左右 西方企业的融资成本在20%左右 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 与西方企业相比至少有5倍于10倍的差距 在中国做实体经济是非常难的 就是因为融资成本太高 已经超出了它的利润 所以这几年企业家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纷纷的移民 为什么 现在人民币太贬值 因为大家都在把自己的人民币换成美元 去追踪美元 因为在国内做实体太难了 大师虽然打造了很多民粹主义 其实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 影响着我们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生活 这种民粹主义就是税收民粹主义 税收民粹主义简言之就是低税收 零税收没有税收才好 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 比如说特朗普的口号就是减税 所以特朗普当作美国总统 希拉里不提减税 希拉里落悬了 所以特朗普在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民粹总统 低税收有哪些坏误呢 首先低税收必然导致高债务 而高债务又必然导致零利率 因为政府要想把他的债务还清的话 政府不能执行高的利率 高的利率就要高的利息 所以必须实行非常低的利率 才能维持它的较高的债务 高债务必然延伸零利率 零利率的结果就是 所有做金融的没有利润 这就导致金融的衰落 而金融一旦衰落之后 金融就不再支持这场实体经济 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 实体经济的衰落 实体和创新的衰落 比如在日本实行零利率 所以在日本没有创新性的东西 我们所用的手机电脑没有日本的 就是因为日本实行了零利率 现在我们中国的创投 已经远远超过了硅谷 最后就是国家的衰落和人民的苦难 在中国跳楼的都是实体企业家 在西方实行零利率 他们跳楼的都是金融企业家 德国的第一大银行和第二次银行 都面临破产危险 很多人认为小政府是好的 但小政府就像这个恐龙一样 小小的脑袋 肥荡的社会和伟荡不掉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模型 这样的社会模式 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 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就已经变亡了 而我们某些吃民粹主义的主张的学者 还在追求这种社会模型 这是一个不科学的社会模型 为什么要维持一定的税生呢 因为现在我们所享受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比如说国防、消防、马路、水、空气、教育、医疗 比如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越来越多 我们的医疗从社会越来越长 比如像网络安全、紧急救援 这都是我们享受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 公共产品已经超过了私人产品 我们生活在公共空间的时间 已经超出了我们生活在私人空间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讲一部分的收入 用于公共产品的共计 关于税收 大家很多误解 认为税收就是帮助政府 雇佣更多的公务员 但是这是错的 税收不是用来雇佣更多的公务员 而是实现五大平衡 一种是青年与老年的平衡 这是公共养老子的责任 还有疾病与健康的平衡 这是公共医疗 教育新头的平 这是公共教育 就业与实现的平衡 这是实现火炸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平衡 是公共设施 现在社会 比如说我们用北京雾霾 天津雾霾 西安雾霾 到处都有雾霾 新财税主义 新财税主义 新财税主义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研究 建立一套科学的财税体系 包括财税制度 财税体制 来改变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 同时 我也将我的思想 与至少五位以上的国家邀手 进行和分享 包括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主席 包括 但是他们的思想 并没有 与他们身份相对应的思考 而且真正的思考这些工作 应该是学者 学者应该是走在领导人的前面 公共产品 大家都认为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效的 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政府在提供私事产品方面 可能低效 但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是它的专业 它非常的高效 比如说 中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 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体系 92%的医疗保险覆盖率 80%的养老保险覆盖率 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的高铁已经超过2万公里 已经覆盖50万以上的人口 占到世界高铁里面的60% 更能说政府低效能不能 因为在公共领域 政府比私人要高手的多 就像带拳机 但是这不是两个运动员的拳机 经济学家思想推广 不是经济学家与 经济学家的战争 而是科学与民粹的战争 只可惜有些经济学家 他充当的是民粹的代言人 他不是每个学者都在进行科学研究 在历史上留下的只是运动员 只是运动员 而不是排练员 民粹就是充当的排练员的角色 我们看一下经济学家的明显 贫困的原因也是大部分人过来的原因 他们工作不过度教育不足 疲劳疾劳成吉 既无安宁也不得奉险 他们得救的机会是经济学家 研究的主要质趣 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和热爱人民 相结合的一种职业 第三个 所有经济学家应该满贩人类的同情心 现实这样一个信条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世界的共同富裕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想法 但我看来 经济学的研究过程 就是经济学家 满怀对人类的争吵与人类的爱 同时通过改变甚至打败人类对世界的错误认识 而不断改变这个世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学家不断用他们的睿智思想和理论 来照亮国家与人类的前进道路 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经济学家就是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找出前进的方向 尽管这些的方向 跟老百姓想的方向有些不同 经济学家的思想 就是赞给整个人类的情思 希望大家是乐的经济学家 谢谢